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今天台股的表現 陳彥哥怎麼看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是 今天的汽車族群既然大漲 而且我們看到今天大漲的族群 都是我們之前 覺得非常沒有機會的產業 包括汽車 航運跟觀光 今天的漲幅都超過了半導體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是不是谷底已經過了 而且今天我們在看台股 我覺得有一個好的地方就是說 今天價格上來以後 它穩定在這個季縣附近 然後投信的買盤有持續之外 我覺得今天的量能也穩定 所以從整個來看 我就下一個這樣的註解 就是說汽車航運 觀光 有谷底翻身的味道 加上今天是電津齊陽 未來只要在季縣附近 它能夠持續走這樣的價漲 量增這樣的格局的話 對台股的未來來講 我們還是相對看好的 好 四聰哥怎麼看 對 沒錯 我先給大家看幾個重點 就是說事實上 目前的這個格局來說 我之前都一直跟大家講 要挑戰季縣 今天是站上了季縣 尤其我們都注意到說 我等一下會為大家指出 不能夠破的一個點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以強勢股來講的話 的確如同陳彥說的 最近反而是落後補漲了 開始在補漲 包括說什麼航運 我們在節目中有提到了 航運 汽車 觀光等等 很多傳產股開始在補漲 所以我覺得可能短線上補漲股 會相對的表現得比 電子股要強一些些 好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給大家看 直接看線 線的話是這樣子的 就是你看台股在連續的 三天的這個紅K線之後 你可以看到說短線上面 你看短線的紅K上面來說 已經站上了這個季線 我今天特別為大家抓出季線 季線來說說你看已經站上季線 所以他確定站上季線之後 你看量能比較好的是 你可以看到 這三天的紅K線裡面來說 都有放量出來 都有放量出來的話 表示說有人追價 也有人買 有人買 有人追價的時候 現在我們要怎麼去看指數 我覺得我給大家再把它放大一點 你要留意這一坑的黑K 這一坑的K線 這幾天的話 有一根這一坑的黑K線 這一根的K線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它的成交量只有700多億 它量縮到這樣子之後 就跌不下去 所以這一根K線千萬不能夠跌破 它量縮了 我們要看支撐的時候 有支撐有幾種 量大量小的地方都是支撐點 所以它這一波最小的量 是出現在這個點的時候 這個點就不能夠跌破 如果這個點跌破的時候 它可能會再往下去尋求 所以短信上你就注重